大家好,大家好,我是MST Year 3的學生 在剛剛過的季節,我參加了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有機會去澳地利交流 究竟什麼是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其實是一個計劃給我們的同學可以去到國外交流 去上課,從而嘗試一些不同的學習體驗 而這個計劃分為三個level 分別是Institution Level、College of Business Level和Department Level 對於我們MS Department的同學生來說 他們可以參加MS Level、College of Business Level和Institution Level 每個level他們可以選擇兩間不同的大學 總共有六個選擇 就根據同學想去哪個國家或者去兼優有什麼要求 為什麼要參加這個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首先你就可以擴盤自己的眼界 其實世界很大 有些東西由你看書看回來和你自己親身體驗的感覺很不同 你的感覺會更加深 無論是對於當地文化還是認識你自己 你都會有不同的體會 其次你就可以認識到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 當你身處一個陌生的環境的時候 你身邊不是跟你一路同聲同氣的朋友 你就會更加主動去認識新的朋友 有可能他們是當地的學生 而又有可能他們跟你一樣是交流新的身份 但是他們都有機會成為你一生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朋友 最後當然是可以提升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 一個人在外面 很多時候都要靠自己 Exchange 絕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給你鍛鍊自己 訓練一下自己應變的能力 在要求方面 你只要是IELTS overall成績有6.5或者以上 而你GPA不低於2.5至2.7 那你就已經可以apply 那當然每間U對於IELTS的成績和GPA的成績都有不同 那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 至於怎樣apply這個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大家一定要留意你們的CTU email account 因為隨時會有email通知 那如果是對於Dependental level 和College of Business level 大家就可以上回CB Exchange那個網 那就可以做一個網上apply 和看看有哪間U你是想去的 那至於institution level 那就是要上AIMS去登記 那日子就應該差不多了 那大家都是留意網上的公佈 如果大家對於Exchange有什麼問題 可以找Dr.William Jones 那他就是我們Department 負責Exchange的Professor 那大家也可以問一下你的Program Leader 那他們都會提供有關他們以往同學 去了哪個地方 傳入什麼科的資料給大家的 那就希望大家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可以考慮一下去參加Exchange 因為這個機會真的十分之難得 那希望各位同學都可以裝備好自己 積極地參與這個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拜拜 有機會 有機會 也請你展示 有機會 有機會 感谢观看